歡迎來到 Finn Tio,我是阿芬 繼上這影片介紹了小智最強三位禁敵之後才發現 欸,其實大家對於寶可夢動畫都還挺有想法的 有許多人在留言區都會提到 自己最欣賞的禁敵是誰誰誰 覺得最強的禁敵是誰誰誰 所以說今天的這一集影片分享 就是我在留言區所整理出 大家認為除了真思、格拉吉歐和艾蘭以外 在動畫中也表現得十分出色的三位小智的禁敵 第一位就是我們小茂小茂 最厲害來自真心正和小智一起長大的朋友小茂 他與小智來自同一個故鄉 也於同一天出發他上冒險旅程 是一個從初代無影版動畫 一直到第四世代鑽石珍珠 都持續有著重要戲份的元老及角色 小茂與小智在很久以前 在彼此都還沒有展開自己旅程的時候 有一次在河邊巧遇釣魚 而在過程中意外的兩個人 同時釣上了一顆老舊的禁敵球 一個人拉著上半步 另外一個人拉著下半步 誰也不讓誰彼此就這樣拉扯爭奪 最後將這個老舊的禁敵球 給拉壞變成了兩半 小智認為或許我們這次可以當作平手就好 但是小茂認為 與小智你這拆皮疤平手就合輸了 沒有什麼兩樣 於是不甘心的決定不再輸給小智 而在各方面都加倍努力學習 小茂是大木博士的孫子 全名大木茂 在動畫全劇中 一直都是被描繪成一個極為強大的形象 例如像是小智在挑戰華蘭道館時 發現在這裡的三位道館館主都毫無戰意 原來他們的寶可夢都早已被 先行來到這裡的小茂給打傷而無法戰鬥 還有像是第一次小智將自己的寶可夢 傳送給大木博士的時候 才發現只要是小茂有捕捉到 與小智同樣的寶可夢 他們都一定會比起小智所抓到的 還要更大更強壯 整體感覺就像是天才凝刺 與吊車尾名人兩個人的關係一樣 小茂對於各式寶可夢都相當熟悉 在道館挑戰前都會事先準備 相對克制屬性的寶可夢 就連館主寶可夢的等級強度也都會考慮進去 就算是在戰鬥中面對到了意外的突發狀況 也能夠很快地發覺到自己的缺點 並馬上加以改正 是個名副其實的寶可夢對戰天才 他冒險的進度永遠都比小智更快上一步 在第一季動畫中 當小智抓到了有38隻寶可夢的時候 小茂的總寶可夢數目可造一超過200隻 當小智擁有了7個道館徽章的時候 小茂可遭就已經蒐集10個了 初次小茂與小智的對戰上 小茂是使用伊布對抗小智的皮卡丘 就算伊布是還沒有進化型態的基礎寶可夢 且對戰經驗比起身經百戰的小智與皮卡丘要少得非常多 但是透過小茂精準的指示以及與伊布的默契 在對戰之中面對小智和皮卡丘的所有招式 不管是電光一閃、高速移動還是打雷 全部都游刃有餘的輕鬆破解 基本上就是無傷獲勝 被資深的寶可夢培育家小剛評價 培育得相當好等級也非常高 小茂的主力寶可夢陣容 除了有原先從伊布進化成的月亮伊布 另外還擁有水箭龜、大前蟹、風樹狗、尼多王、尼多禍、嘟嘟莉、鴨嘴火獸、龍龍炎、巨前螳螂、化石翼龍、電擊魔獸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種族值很高、客觀來說非常強大的寶可夢 而且小茂就算是到了後來決定要放棄自己寶可夢訓練家的身份 轉而以成為寶可夢博士為目標 但是他在對戰上的身手可一點都沒有退步 在小茂剛結束風源地區的旅程與真心鎮與小茂再次對戰時 小茂派出了電擊魔獸來對付小茂的皮卡丘 雖然說一開始雙方的十萬福特和鐵尾威力不分上下勢均力敵 但是在後來電擊魔獸使用手柱來彈開皮卡丘的福特攻擊 在使用雷電拳一招就把皮卡丘給秒殺掉了 大家注意到當時的小茂可是擁有著稱霸關都對戰開脫區的超強對戰實力 可見小茂的實力真的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他今天不是選擇去繼承大夢博士一波去當個寶可夢博士 而是和小茂一樣繼續冒險的話 我想以他的實力一定可以去媲美愛然的吧 第二位向大家介紹的禁敵是來自鑽石珍珠篇章來自雙夜鎮的阿遜 阿遜的初次登場是在轉爭第100集禁敵訓練家阿遜登場 見面時他是一個性情急躁又自大的訓練家 培育寶可夢的觀念與小茂的大不相同 阿遜他所推崇的是與珍絲同樣的訓練方式 只要是碰到打不贏的對戰 就只要捕捉更加強大的寶可夢來替代就好 而也就是因為他的這種性格 讓他就算是在後來與小茂的對戰輸掉了 也依然覺得是小茂運氣好才獲勝的 阿遜的這個想法是一直到了看完小茂與原之道館 美麗莎館主的熱血一戰才開始慢慢改觀對小茂另眼相看 阿遜在各地方的比賽成績 像是寶可夢乒乓大會是8強 雙夜祭典大會是亞軍 在神奧聯盟是16強 整體的對戰實力儘管算不上頂尖 但也是中上等級的 目前移植到阿遜的所有夥伴寶可夢有 帝王拿波、姆克鷹、羅斯雷朵、赫拉克羅斯、盔甲鳥和飛腿狼 每一隻都是強力的最終進化寶可夢 其中尤其是他王牌帝王拿波的拿手招式 剛毅、破壞光線和加農水炮 在對戰上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而我覺得最精彩的一場對戰呢 就是他與真獅在神奧聯盟林蘭大會上的對決 儘管帝王拿波被電擊魔獸用威力高達150的衝擊正面命中 卻依然沒有倒下 被一句阿遜的真心應援而得到鎖血回歸 發揮他強力的激流特性使出前所未有威力的加農水炮 也相信若是這次阿遜的對手不是真獅的話 應該也可以拿到比16強更好的成績 第三位向大家介紹的勁敵是 太陽月亮篇章來自莉莉小鎮的哈烏 哈烏是美樂美樂島的島嶼之王哈拉的孫子 帶人熱情、友善、心胸寬大 與小智一樣是熱愛寶可夢的少年 他非常憧憬著自己的爺爺擁有著非常強大的寶可夢對戰實力 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與認真起來的爺爺 來一場彼此都使盡全力公平的對戰 然後並在對戰中戰勝他得到他的肯定 哈烏的首次登場是在 《太陽月亮篇章》的第97集 達人頭雨霄沉睡的木暮霄 與小智的初次見面馬上就一拍即合 完全就像是老朋友一樣相處融洽 在對話中哈烏得知小智曾在島主的挑戰中打倒過爺爺 於是十分尊敬小智 小智也因為覺得哈烏所擁有的頭雨霄 是木暮霄的進化型態十分帥氣 覺得不交這個朋友不行 於是兩個人便決定了來一場寶可夢對戰 進一步加深彼此的友情 在對戰中 雙方同樣是派出阿羅拉地區的超屬性出示寶可夢 不過小智的木暮霄平常傻蛋又愛睡覺 戰鬥中也時常陷入驚慌失措 而哈烏的頭雨霄不但在對戰中專注又認真 且招式的威力飛行的速度都更勝一籌 不用說第一場的對戰結果就是完全擰壓又哈烏取勝 而第二場對戰 儘管小智讓木暮霄學習到了全新的獨創招式 使用不變之石來投資種子炸彈 但是沒想到哈烏和頭雨霄也只是使用了夜刃一招就輕鬆破解 在戰鬥中依然不會陷於劣勢 完全就讓小智的特訓通通都白費了 想必若不是小智比哈烏更早拿到草地這個大招 這場戰鬥應該也是完全沒有機會可以取勝的吧 下一次在動畫中我們見到哈烏的時候 就是在阿羅拉的寶可夢聯盟當中 他在預賽裡使用的是阿羅拉地區的雷丘 在151隻寶可夢的皇家對戰中的結果也是輕鬆獲勝 晉級後的第一場淘汰賽對上的是成爺大木 利用雷丘的高機動性對付阿羅拉野彈術五傷取勝 而八強賽就是與小智的勁敵再戰 使用的是已經進化成最終進化階段的橘色術霄 在對戰裡從頭到尾不管是力量、速度、招式沒有一樣不輾壓小智和木暮霄的 大家看看一下我們截錄的這個片段 這木暮霄一飛起來就被打下去一飛起來就被打下去 這實力的差距有多大根本就是一目了然 在對戰初期使用夜刃就有輕鬆破解木暮霄的種子炸彈 一個巧妙的閃避就讓腦衝的小智Z大招給空大 再加上他漂亮的鳳影加上Z招式的COMBO組合技 都完全充分展現出他們所擁有的強大對戰實力 我想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要不是小智和木暮霄被主角威能給籠罩 在戰鬥中開了好幾次外掛 像是什麼朵棚金蠶脫殼、羽毛舞替身 還有在冰死前自動使用睡覺來補血 哈烏根本就是完全不會輸的吧 那麼以上就是本次分享給你 在寶可夢動畫裡非常有個性的三位勁敵 但是在小智這20多年的旅程當中 陪伴他一起成長一起變強的可不只有這三位而已 那麼對於你在動畫之中 你覺得最強的一位訓練家是誰呢? 在底下留言和我們分享討論吧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也別立刻幫我們按個喜歡給我們個鼓勵 分享訂閱這張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將來最新影片了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阿佛我們去走那個亮亮的橋 亮亮的橋 亮亮的橋超棒的 大家都喜歡 星光大道耶 沒有人跟你擠 你不用走邊邊 你可以走中間 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